哎呀 张姐来了 今天还是老样子 今天就不吃了 我让你买的手机 你买都没 早上刚到了 我去给你拿 快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一块 哎 就是这块 太便心地了 试这个就行 来 天冷了喝温水 别着急走 今天我请大家吃海鲜 都给我敞开了吃 老板 你以为就是大方 走 老板 这个大龙虾给我来三只 好 哎 这不然闺女吗 这是你妈 不是 不是 这不是我妈 这是我家以前保洁阿姨 我不是她妈 我就说你家这么有钱 怎么能扫大街的妈妈呢 你怎么回事 你瞧不起人是不是 扫大街怎么了 不行 我不瞧 这怎么了 我就说了 没事 没事 这是你妈要我给你送的新手机 哎呀 先生 你给我看看 哎 你妈对你可真好啊 臭 你就走吧 越生臭 真是影响食欲 快走吧 快走吧 我没干重 真丢人 张姐借钱给她闺女开了一个店 没想到让她闺女给赔光了 才到这边来打工还钱 这有什么好丢人的 她闹的 你说这干嘛 要过来就怪我没有能力帮她 还走了 张姐 那个手机嫌不着急还啊 请是借了 哎 张姐太不容易了 自己联合我热壶饭都不舍得吃 归您在外面大吃大喝 这叫什么事啊 你什么态度啊你 对什么人什么态度 怎么说话的 把你们老板找过来 我就是老板 怎么了 我点了海鲜 你给我上的什么 我们小市民就吃这个 爱吃不吃 老板 我错了 对不起 没事 傻子 我觉得这个手机 我用不上了 退了吧 不退 你开玩笑的 别人家早点来啊